这就是Wolf Media's Routing A Cry, A Cry for our Freedom and Justice 解体中国,港版官把,提前27年 就最近通过了这个港版公安法 他本来一国两制呢,按照香港的基本法规定呢是50年 坚持了23年了,他怎么不再坚持上27年呢 27年以后,那到时候就是合理的就取消掉了 不用现在搞什么港版公安法,也不用什么搞什么送中啊 那中共呢,当然没有底气 他觉得自己的江山未必能够坚持27年 而且他又没有钱用 香港这个地方呢,那些退休的老人 像那个江泽民啊,那些退休的老人 他们呢,这个财产,邓小平的家族 他们的财产都转移到香港去 因为香港那个地方呢,好在一个呢,他是属于中国的 他们能够管得住 你要他转到美国来呢,你就得遵守美国的法制 你看他们搞些活没邪道也搞不了了 所以呢,大家都放在那个香港那个地方 那个香港那个地方呢,就成了一个反习基地 反抗现在这个当官的 老的一个 退休的那些老家伙啊 管跟这个现在这个政权 来做斗争的基地 而这种情况下 他在那个地方呢,插不进去 然后用一些正常的法律程序 走不了 所以说呢,为了征服这个地方 当然包括征服地方的势力啊 比如像李嘉诚这些有钱人啊 这些大派团啊 还有这些老的 退休的这些高官 把他们这个财产呢 能够抓到手里 能够管住他们 那怎么办呢 就通过了这个港版国安法 因为那些地方呢 包括这个海外的 包括美国啊 英国啊 在那里呢 也有些势力 他也在那个法制的范围之内 他也可以进行活动 那如果是用这个港版国安法 这样呢 就是变通的呢 虽然名义上还可以叫做 一国两制 就好像西藏 还可以叫做自治区 但是达赖喇嘛出走以后 那个西藏自治区 跟达赖喇嘛在西藏的时候 那个西藏自治区 那是截然不同了啊 当然今天的香港啊 也是跟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前啊 也是不同了 当然港版国安法呢 那支行还有一个过程 那他们这么做啊 除了跟这个地方势力 还有退休老人之间斗争之外 另外一个还有钱的问题 大陆没钱了啊 没有钱 那香港呢 这个地方就外汇 因为香港的港币本身就是外汇 他就可以用 大陆呢 这个人民币拿到海外来是用不了的 他没有办法兑换 他只能是跟一些国家合作 然后呢 让别人拿起来点人民币 然后给人家兑换一下 跟卢渡兑换一下 还有我们之间相互能够流通一下 但是流通的量很少 而且呢 他自己呢 也不敢放出太多 因为放出太多以后 别人一操动 把这个人民币上潮下潮 咔一下人民币贬值 他得不住了 所以没办法呢 他只能把这个人民币收回来 收回来以后呢 他越收 就要抛美金 把美金抛出去 把人民币收回来 之后他就没有外汇了 那怎么办 现在没有钱用了 只能够呢 把这个香港 这个生金单的鸡 杀掉 把这个港币拿出来 这个是可以兑换的 这样呢 就多一块很大一块的 这个外汇收入 当然呢 除了这个钱的问题 地方势力政治老人啊 最明显的 还有一个泛民一席 在这个选举过半 百分之七八十 这个有关 这样的话呢 他在地方 他知道呢 逐步的话语权呢 他会丧失 特别是以后再选举 这个香港民主派呢 肯定会大胜 那这样的时候呢 他这个议会 又保不住 靠这个政府 以后甚至于 选举委员会 他都顶不住 这种情况下 他只能呢 冒险通过港版官法 虽然是这个一国两制可能不保 虽然是可能得到英国美国的制裁 是吧 虽然他知道啊 有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 饮争止渴 无奈之举 谢谢